云林有三位心智障碍的年轻女孩子控诉说被电信业者以什么赠品啊优惠的费率啊 这些的方式啊诱骗他们申办门号甚至呢还办了七个门号 另外也有女生啊说自己被诈骗集团盯上了送给她一千块钱的银行开户之后呢 账户却遭到了恐吓取材使用 那么这些年轻女孩子都一个接着一个收到了催缴账单以及法院的传票 才晓得已经陷入了非法集团的诈骗人头献金里面 小女们戴着口罩面对询问好几次都紧张的说不出话 因为自己办手机门号并非自愿意外掉进申办陷阱 让他们电话费缴得很困扰 气不成声的还有少女小民被朋友怂恿开户 以为存进一千元就能展开储蓄计划 没想到账户落入诈骗集团手中害她吃上官司 电信业者为了充业机还有诈骗集团不法获利 全部找上了弱势族群 这样一直办啊一直觉得很开心有这样的证明啊 还是新的手机的时候 哇他们后面的困扰就来了 三名少女从事商品包装全在工厂上办 现在却因为遭到诱骗处境堪律 少女小娟被怂恿申办两个门号手机 每个月电话费六百元起跳 一旁的小文更被诱骗办了七个门号 两千多块钱的电话费让她吃不消 好几度让电信业者催脚 坐在中间的小民无端遭惹官司 因为诈骗集团给她一千元在银行开户 结果账户变成人头 害她涉及恐吓取财 收到传票甚至还遭到拘体 他们因为有一定的判断能力 可是却又还不是这么的能理解社会相关状况 业务员或者是代理商 他们基于这个业务的这个需求 我们说无所不用其极 诈骗集团盯上弱势少女害人吃上官司 另一头更有电信业者为了让业绩开出红盘 居然透过电话行销和赠送礼物的方式 又骗弱势少女半门号 业者事后甚至拒绝资费协商 合法害人非常恶劣 中文新宣教大警云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